故事发生在一个寂静的周末 那一天我在去往巴士站的途中 不知道从哪里跳出一只恶犬对着我废 我被吓了一跳拼命逃跑 后来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栋废弃的楼房 并顺势躲了进去 看着这一栋破旧的建筑物 我打算在这里面另找出口避开那只恶犬 又或者在里面找到一样可以防身的武器 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但是当我来到了二楼的走廊 却闻到一股潮湿的味道 昏暗的走廊很凌乱 右手边有一个吊针用的支架 还有几件残疚的绿色衣服 气氛十分古怪 这个房子以前是做什么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 我带着疑惑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我好像听到哪里发出声响 我停住脚步 我背下了一跳 拼命地跑向走廊的尽头 眼前像一个房间 地上散落着废纸和箱子 还有一些办公家具 以前应该有人在这里办公 正当我想着要藏在哪里的时候 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靠近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发现一个男人正迎面走来 我看不清他的样子 因为他带着一个面具 但这也让我的心里更加的恐怖 我害怕地跑进房间里 房间里很昏暗 我不敢发出声响 心里面祈祷着这个男人 不要再跟过来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他约过了十分钟 我仍然没有再听到 那个男人的声响 我猜想他已经走开了 突然间灯打开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有点不知所措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灯为什么会自动打开 难道还有人住在这里面吗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 挥之不去 突然 身后传来可怕的男人说话声 朋友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那个男人用低沉的声音 慢悠悠地说道 他慢慢地靠近我 我一步步地往后退 当我已经退到尽头的时候 我闭上眼睛 已经害怕地说不出话来了 就这样过去了一阵子 周围却没有了任何声响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 发现那个男人又离开了 这个时候 我才深深地梳理口气 整个人精疲力尽地坐在地上 直到过去了 再会儿 还好 小火了 鲜蜜蜜蜜蜜蜜地坐在这里 中文字幕——YK